红朝史六九 林彪发军委八条扑灭文革烈火 全国全面的夺权引发了全国局面的大混乱 不同的造反组织的出现和造反组织间争权夺利 使得毛泽东的大联合设想难以实现 夺权 反夺权 真左派 假左派 鱼龙混杂 为确保夺权部署的正常进行 毛泽东只得利用军队来稳定全国局面 1月23日 毛泽东致信林彪说 应该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 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该做 所谓不介入是假的 早已介入了 此事重新发出命令 以前的命令作废 其中以前的命令作废一句是指 1966年10月15日 中央军委关于不介入地方文革的紧急指示而言 同一天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做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 军队的介入使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局面更加复杂化了 军队之所决定一出 摆在军队领导人面前的最大难题就是谁是左派 对此 毛泽东没有明示 中央文革没有明示 连中共中央关于之左的决定中也没明确划分标准 每个省市相互对立 相互斗争的群众造反组织无数 大联合后又组合成对立的两大派 而在所谓支持革命领导干部亮相过程中 造反派之间观点对立 你及我保 你保我斗 争斗不休 甚至大打出手 面对这样的局面 究竟支持谁好 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陈在道上将就在会议上说 军队之左是毛主席的决策 我坚决拥护 但为了避免军队犯错误 建议中央文革扩大一点 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 以便给各地派上代表 直接领导三支两军 叫我们怎么干我们 就怎么干 免得搞错了 陈在道的讲话 可说是当时中共高级将领们的共识 但陈在道的建议没被采纳 果不其然 陈在道在几个月后 因知所犯了错误 被押上审判台 在弄不清楚谁是左派的情况下 全国各大军区领导人经过犹豫考察 最后据按共产党传统的所谓标准 家庭出身 政治面貌 工作表现等 去考察谁是左派 结果都不约而同地支持了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多的 复员转业人员多的 劳动模范多的 守纪律的 拥护军队的群众组织 这一派从人数来说是多数派 其造反精神不强 甚至保护一些当权派 而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又坚决支持激进的造反派 如此一来 军队又不断受到造反派的冲击 毛泽东又指责大多数军队领导犯了错误 就在毛泽东蓄意开展全国全面夺权 煽动全国全面内战时 共产党内出现了一系列公开的暗中的抵制行动 在这一抵制行动中 林彪站在了最前列 早在66的9月15日 毛泽东接见全国各地经卫兵的大会上 林彪针对当时全国各地的冲击省委 市委 冲击军事机关等一系列搞乱全国的做法 就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 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国家的领导权势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林彪这一讲话是与毛泽东搞乱全国 乱中夺权的方针相违背的 毛泽东口头上没反对 但心中一定非常不满 随着文革的深入和全国全面夺权 全面内战的开展 林彪对一些过火做法强烈不满 虽然毛泽东早就向林彪 周恩来等人交了敌 但对毛泽东全面内战 全部打倒的方针还是有所保留 就在全国大夺权的疯狂尽头最盛的一月底 林彪果断签署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有关此命令的形成过程 时任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 在其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载 当时军队乱得一塌糊涂 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纷纷来京 住在京西宾馆避难 驻军部队的许多领导干部 有的被一派揪走 有的被一派藏起来不知下落 各地造反派无法无天 到处哄抢档案 查抄文件 冲击军事机关 抢劫武器弹药 军队指挥失灵 无法担负战备任务 我们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 当然着急 1月24日晚饭后 我坐车直去林彪驻地毛家湾 我开门见山 向林彪讲了目前军队的混乱情况 说军队要稳定 这样乱下去不行 要搞几条规定 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 不能随意纠斗领导干部 不准夺权等 林彪连连点头说 是的 军队不能乱 我同意军委发一个文件 当即由他口授 秘书记录 整理了七条 叶剑英 聂荣真都赞成七条 中央文革小组通过了七条 后来又增加了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 七条变成八条 1月28日下午五时 林彪和我一起去中南海 将八条送毛主席审批 毛主席完全同意 当场批示 锁定八条很好 照发 林彪拿到批示后 对毛主席说 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 真是万岁 万岁 万万岁啊 从徐向前的回忆中 可看出 军委八条虽是徐提议 但一个条文形成并非易事 再聪明的脑袋 也得考虑半天 而林彪却当即口述 说明在徐向前到林彪驻地前 林彪即考虑成熟了 因而 此八条首先应归功于林彪 林彪事前不请示 自己就把命令拟出 再与徐向前一道 找毛泽东签字 这就没有一点逼宫的味道 军委八条 针对军内军外的造反行为 规定了许多不准 不许 不得之类的强制性条文 这是文革以来的第一次 林彪为什么口受七条 据徐向前解释说 他是国防部长 主持军委工作 军权在握 军队大乱特乱 他向毛主席交不了账 对他也不利了 此话纯是无稽之谈 照徐向前的逻辑 林彪为共产党几十年流血流汗 就没有一点功劳 战场上出生入死 全是为了个人的私利 怀有个人的阴险目的了 事实上军队是毛泽东的 与林彪合肝 其国防部长还不是毛泽东 叫他当就当 不要他当就不能当 林彪口受七条纯 是为了国家的稳定 为什么非要说他有个人目的 照徐向前的逻辑 毛泽东是一国之主 他把国家搞乱 对他也没好处 可他为什么还偏要 助开展全国全面内战 政治场上并没有固定的 好人和坏人之分 评价一个政治家 主要是看得做的是 对国家民族是否有利 徐向前这个人 在文革中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被毛泽东提名为 中共政治局委员 这对于因张国焘事件 而被打入冷宫 三十年的原四方面军 总指挥来说 真有受宠若惊之感 随后被毛泽东 江青提名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在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期间 一切为江青 马首是瞻 根据毛泽东 搞乱军队的指示 大力支持军队院校的造反派 纠斗各级军队干部 时任中共军队 总后勤部部长的邱惠作 在造反派纠斗时 被叶剑英保护下来 但徐向前 以中央军委副主席 与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身份 命令邱惠作回总后勤部 接受批斗 邱惠作在几天批斗中 被打断肋骨 剃阴阳头 搞喷气势 几乎整死 叶剑英为这件事 拍桌指责徐向前 要搞乱军队 后来邱惠作向林彪求救 林彪大怒 命令陈伯达 立即放出了邱惠作 中共军队文革期间 只有徐向前 担任全军文革组长时 被造反派搞得大乱 徐向前 为批斗邱惠作一事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 当面向邱惠作到了歉 中央军委八条命令颁布时 正值毛泽东等人 支持的造反派搞打 砸 抢 抄 抓 斗之风 罪裂之时 军队执行八条命令 必然会与造反派 发生激烈冲突 当时 全国较为著名的几次冲突 有青海赵永夫事件 成都二月震反事件 武汉的军队 镇压造反派事件 1967年2月 西宁市的群众组织 在北京来串联的 红卫兵的山洞下 说青海日报的一篇 社论有问题 组织人冲进报社 打 砸 抢 当场几名报社工作人员 活活打死 青海军区负责人 文旭后派部队 到报社去对造反派 进行制止 但造反派们 此时正风进十足那里 听得进去 青海省军区随即派部队 对造反派进行武装包围 命令造反派交出武器 退出报社 揪出坏头头 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 赵永夫将此事 向中央军委和林彪办公室 汇报请示 经林彪批准 部队对被包围的造反派 进行武装围剿 当场打死271人 打伤300多人 2月23日 叶剑英以中央军委名义 打电话对赵永夫说 林副主席说 你们打得好 叶剑英的话 很快在西宁街头 以大幅标语形式出现 西宁造反派顿时瓦解 由于此事是林彪批准的 毛泽东和中央文革 对此只能沉默 几天后 中央文革利用简报 刊登红卫兵造反派的 来信控诉 在毛泽东受益之下 张春桥 王立 官方 七本宇 姚文远 联名致信毛泽东 要求重新审查此事件 毛泽东于3月11日表态说 如果是学生先开枪 问题不大 如果不是这样 那就值得研究了 重新审查结果是将赵永夫 作为替罪羊揪了出来 当赵永夫分辨说 此事是向林彪办公室请示过的 但林彪矢口否认 英文革还得依靠林彪的支持 毛泽东也没在深揪 3月24日 毛泽东批准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做出了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在决定宣布会上 赵永夫被当即逮捕 解放军205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张小川 青海省委书记王昭 隔离反省 在四川成都 由于成都军区在之所中 支持了以共产党员 劳动模范为主流的群众组织 产业工人战斗军 压制激进的造反派组织 四川大学8-26战斗团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 2月 川大8-26战斗团 在头目江海云的带领下 会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 造反派进万人 在成都军区静坐示威 要求承认 歧视革命群众组织 并在军区外搭帐篷常驻 成都军区司令员维杰 政委甘委汉言辞拒绝 并向军委报告 2月17日 中央军委发出 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 川大8-26战斗团的公开信 此信在四川全省 用飞机大量散发 信中警告 如不遵守中央规定 继续煽动群众围攻军区 由此产生的后果 由他们全部负责 但造反派丝毫没有撤离的意思 成都军区最果断采取行动 抓了数万人 四川全省的造反派受到震慑 此后数月 四川全省文革冷冷清清 此事发生时 正值几位元老 大闹怀仁堂 毛泽东并没有深究 三个月后 毛泽东做出了 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决定中指出 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 在知所中犯了方向 路线错误 产业工业战斗军 是反动组织 承认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 川大巴 二六战斗团 是革命群众组织 撤销成都军区司令员维杰 政委甘位汉的职务 由张国华 梁兴初 分别担任 成都军区政委 司令员职务 此后 造反派们 才重新发动起来 但是林彪爱将梁兴初 对造反派支持不利 又在暗中 支持员产业军 分化出来的组织 和保守派 红卫兵成都部队 致使四川两派组织 舞斗不断 成为全国 打得最热闹的地区之一 1967年2月 武汉造反派组织 三纲 三新及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 武汉市红卫兵第二司令部 纲九 一三 新华工 新华农 新湖大 强行占领长江日报社 2月8日 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声明说 全武汉 全湖北 要大乱特乱 乱身乱透 此后造反派到处冲杀 2月11日 冲击武汉军区之所指挥部 2月18日 武汉军区党委 发表严正声明 批判三纲 三新 2月8日 在长江日报上的声明 在请示了全军文革小组后 3月17日 武汉军区根据军委八条精神 抓了一批造反派头目 并宣布解散钢工总 及其所属组织 几月后 武汉军区发生了更大规模的 七 二欧事件 那是后话了 为似青海 四川 武汉等地的军队 与造反派的冲突 在全国各地都发生了 而军队敢于采取行动 正因为有林彪的口授军委八条 为依据 由于军队的镇压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道 1967年2月 突然就产生了一种停顿感 直到三月底 毛泽东在北京召开 反击二月逆流大会后 才得以重新发动起来